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我是徐伟林 一起先来关心新闻提要 美国国安事务助理博尔顿 日前受访表示 美国司法部起诉和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并不是政治行为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 孟晚舟事件是一起透过不正当手段 威胁他国企业 打压竞争对手 干扰市场环境 阻扰科技产业合作的恶劣政治事件 并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严正立场 再次敦促美方立刻撤销 对孟晚舟的逮捕令和引渡请求 同时敦促加拿大政府立即释放孟晚舟 确保她平安回到中国 埃塞尔比亚航空 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昨天坠毁 造成机上157人全部罹难 其中包含8名中国籍旅客 值得注意的是 里面有一名罹难者 不仅没有得到公众同情 反而引发不少骂声 苹果日报报道 这位21岁的女大生名叫陈玄 热爱旅行的她过去两年旅遍中国各地 半个月前更和男友相约去非洲旅游 但有不少网友对此口出恶言 不断批评陈玄炫富 更说出死有余辜等留言 让不少中国媒体痛批冷血黑暗 中国两会继续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今天一早在人大第三次会议发表工作报告 再度重申坚持共产党对人民法院的绝对领导 根据苹果日报 周强在演说先对习近平效忠 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将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接着表示将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煽动分裂和间谍等罪行严格惩处 同时强调会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以事实法律为根据 坚持公正司法 但讽刺的是中国人权记录向来是备受外界质疑 中国军机发生坠毁意外 根据解放军报微信军报记者消息 一架海军航空兵战机12日上午 在海南省乐东县境内训练实施室 两名飞行员不幸罹难 实施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另外根据新岛头条网的视频画面 战机坠毁当时有民众看见不远处冒出黑烟 而后地面火光四起 有一处水塔甚至被撞毁 根据资料显示 解放军海军航空兵乐东厂站 目前部署有殲-11B 殲-7A等战机 是因应南海复杂局势的前线基地 中国学生上街示威 竟然遭到暴力镇压 根据自由时报引述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11日湖北天门市数千名中学生 因为抗议校方没有帮忙报名 记者考试导致权力受到影响 因而上街示威游行 学生在街头高举布条 喊出我要高考 还我梦想等口号 一行人沿街走向市政府和教育局 但是游行才刚过没多久 便出现大批警力和警车 警员逐起人墙 试图阻挡游行 甚至还有学生 遭到武装公安暴力殴打受伤 相当离谱 有四名土耳其商人遭到中国当局拘留 待会来关心 另外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到台湾访问 批评中国侵害宗教自由 中方提出严正反驳 面对宗教自由 中国官方的三字教会又有新动作了吗 贸易战接近尾声了吗 美中贸易代表今天早上有最新进度 马上进入重点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心 土耳其是全球最大的大理石出口国 不过却有四名土耳其食材商 日前到中国厦门参加国际食材展览会 中国当局以逃税为理由 九日清晨前往饭店来抓人 这四个人遭到拘留 消息一出 马上引发其他的土耳其商人恐慌 综合媒体指出 根据土耳其自由日报报道显示 参加中国厦门国际食材展览会的 四名土耳其商人 分别隶属于三家土国公司 这些公司都在中国设有办事处 不过却遭控从2016年以来 与中国公司勾结 非法运送便宜的大理石原石到中国 造成人民币3000万元税收损失 被中国当局冠上逃税的罪名 因此当地警方突袭搜索 查扣文件以及相关物品 九日清晨进入饭店 拘留这四个人 消息一出马上引发 其他土耳其同乡的商人恐慌 报道引述参加展览会的 一名土耳其商人说 消息公开之后 一些食材公司的老板 改搭早一点的航班离开中国 有些则是前往香港 另一名土耳其商人在登机之前 一边表示再也不会前往中国 一边还说差一点搭不上这班飞机 上个月土耳其与中国 针对新疆的问题 关系一度矛盾 外界疑虑 目前这四名土耳其商人 遭到拘留的真实原因 是否与两国紧张关系也有关系 另外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 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昨天到台湾 来参加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 台湾总统蔡英文也与会发表谈话 蔡总统说 政府会与被剥夺宗教自由的人民站在一起 布朗贝克则是表示 台湾可以作为宗教自由的范例 向中国来证明 一个享有宗教自由的社会 并不会对政府产生任何威胁 同时批评中国在宗教自由方面有重大的侵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昨天要美方停止利用所有的 所谓宗教的这个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综合媒体指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18年7月 在华府所举行的 推动宗教自由部长会议后的第一个论坛活动 这是昨天在台湾所举行的印太区域 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 与会的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 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 被媒体问到台美之间 可以如何来合作来改善中国的宗教自由 布朗贝克则是认为 其中一个做法就是以台湾作为范例 向中国证明 享有宗教自由的社会 并不会对政府运作造成威胁 布朗贝克又说 宗教自由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当中就有提到 宗教自由也在中国宪法的规范当中 但是中国政府现在却系统性的打压宗教自由 并且对宗教来宣战在宗教自由方面有重大侵害 布朗贝克请中国先回答这些问题 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无法透过网路来购买圣经 为什么许多教会被迫关闭 为什么西藏会受到宗教打压等等问题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 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敦促美国客观看待中国的宗教政策 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 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陆康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中国新疆自治区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是中方采取的预防性反恐以及去极端化的措施 并不是美方所谓的再教育营 陆康也重申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表示 台湾选择接受与受专制政权压迫 被剥夺宗教自由的人民站在一起 面对宗教自由的议题 中国官方教会三字教会有新动作了吗 三字教会主席徐晓红 昨天扬言要消除洋教烙印 表示教会需要中国化 不接受反华势力的渗透 不过这番话却惹来地下教会的反弹 认为三字教会并不能代表所有教会 综合媒体指出 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 中国三字教会主席 同时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徐晓红 昨天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 主题是基督教中国化 他批评境外渗透 私涉聚会点 表示要消除中国基督教的洋教烙印 中国教会信中 不信西 西方反华势力 不要想要继续透过基督教 影响中国社会稳定 甚至颠覆中国政权 坚决拥护国家将害群之马绳之以法 徐晓红说 像是去年遭到取缔的成都秋雨教会 就是反华势力影响的教会 在中国全国范围内 当然还有其他的 不过明报引述北京基督教 家庭教会圣爱团契长老徐永海的说法说 三字教会并不代表他们 他有举例当局打压教会 拆除十字架的过程当中 三字教会从来没有站出来说话 也没有起到保护教徒的作用 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三字教会的成员 甚至还带着军警到处收捕长老牧师 徐永海还说 三字教会内有一些良知的牧师 只要表示不满就会受到威胁 像是杭州的顾约瑟 发出反对的声音 结果就是被抓起来了 接着来关心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进度 贸易战接近尾声了吗 根据中国官媒报道指出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今天早上7点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来通话 双方针对协商关键的问题 进行具体的磋商 并且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综合媒体指出 中美贸易战在2月中 以及2月底经历两轮高级别谈判 虽然声明当中达成重要的共识 但是还没有签署协议 美国与中国正在处于促成达成协议 并且结束贸易战的转类点上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今天早上7点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来通话 双方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传递美中贸易谈判新的正面迹象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 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 上个星期六 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就表示 对美中贸易磋商的前景 感觉是有希望的 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 以及方向 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取消所有互相加征的关税 使中美双边贸易回到正常的轨道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昨天也指出 只要协议符合公平互惠 有结构性改革 有落实机制 川普总统就会签署 不过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原定于今年三月底所举行的峰会 可能会推迟 因为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上个礼拜对华尔街日报说 美中尚未确定两国首脑峰会的日期 双方也都不觉得应该立即达成协议 根据接近中方的消息人士指出 中国不希望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 与川普总统举行美中元首峰会 另外有北京学者认为 鉴于先前川金二会破局 北京恐怕会担忧 川习会会变成川金会的翻版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彭杰宁表示 中国想要一个签约仪式 不想要一场谈判 香港政治学学者刘平则是表示 北京官媒智囊仍然是认为 美国只是个纸老虎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共最高当局也不愿意 在贸易谈判当中付出过高的代价 换句话说 习近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外交支持 接着一起来看看中国简报 综合媒体指出 自从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以来 中国学生学者办理赴美签证 似乎是越来越难了 川普还曾经暗指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 去年6月宣布将收紧 部分在美国研读高科技领域专业的 中国留学生签证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指出 美国及所著名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日前发布公开信呼吁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联署他们写给美国国务院的请愿书 希望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签证 采取宽松政策 根据香港01指出 中国全国两会最近在北京举行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干 二日随团上京的时候抵达北京报道注册之后 感到身体不适 在大会工作人员的安排之下 入驻北京协和医院 随后他向人大告假返港治疗 传出疑似是肝胆问题 昨天下午6点 他在香港病逝 享年70岁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团长马逢国 赞扬王敏刚一生爱国爱港 为香港以及国家鞠躬尽瘁 为社会公益事业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王敏刚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 综合媒体指出 美国白宫今天证实 美中两国目前针对川习会 还在协商当中日期尚未确定 而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开打 美国民意对中国的反感与日俱增 盖洛普最新数据显示 超过5成7的受访者对中国反感 创下近20年来的新高 4成6的受访者则是认为 中国经济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意大利总理孔帝曾经支持 甚至未来可能会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签署合作备忘录 引起美国紧张 力劝孔帝停止 意大利执政党联盟党 也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疑虑 今天表示这个举动 必须促进本土商业的发展 而且不能够威胁到国家安全 也不能够殖民意大利企业 否则绝对没有准备好这么做 好 谢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接下来一起回顾稍早的消息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 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习近平本月末将访问欧洲 是否建方机构引起关注 请看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预计本月下旬访问欧洲多国 计划21日到24日访问意大利 当地不少媒体与熟悉中凡事务的人士都分析 届时习近平很可能顺访位在罗马的梵蒂冈 与天主教皇方济各见面 针对此消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雷世盈回应时说 如果两人有机会见面 这当然是好事 有消息猜测 中国更希望天主教皇前往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 而不是中国领导人前往梵蒂冈会见教皇 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 有消息指习近平月底访问意大利时 或会顺访教宗方济各 根据梵蒂冈官网 教宗除了在24日中午将主持例行的周日三中金活动 21日到23日都有公开行程 为双方可能会晤留下弹性空间 有多个媒体向教廷查询此事 但教廷官方尚未公开说明 意大利媒体ASK News日前曾报道 教廷外交部长盖拉格出席一项活动时 被问到教宗与习近平是否会见面 盖拉格当时表示 目前并不在教宗的行程上 但有关报道不久就遭下架 更引起许多猜测 报道说教宗方济各上任后 曾多次表达希望访问中国 与中国领导人会晤 中凡去年9月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后 双方正积极安排领袖会晤的传闻不断 去年10月两位中国主教首度获政府批准到凡蒂冈 参加世界主教会议时 曾当面邀请教宗访问中国 熟悉中凡事务的专家表示 中国领导人正式访问意大利的时间恰好都兼具10年 江泽民于1999年访问意大利 胡锦涛则于2009年 两人都没有会晤教宗 因为当时中国并不承认教宗是中国天主教的领袖 教宗被认为是干预中国内政的外国势力 中华专家表示 若此次习近平访议时会晤教宗便印证中国已正式承认教宗在中国天主教的领袖地位 意大利回绝美国喊话继续与中国一带一路协议 请看报道 意大利副总理路易吉迪米奥星期天表示 意大利希望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 是为了促进意大利进口 而不是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同时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迈克吉拉奇星期一也表示 意大利只有在确认美国及欧盟对一带一路的计划担忧没有依据后才会加入 与中国签署的协议框架将会符合美国和欧盟的标准 据路透社报道 意大利官员的表态是回应此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奎斯 星期六对意大利准备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批评 上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加勒特马奎斯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有利对意大利不利 该报指出美国对意大利可能加入中国倡议非常恼火 并警告说该项目有可能极大损害意大利的国际形象 意大利副总理迪米奥还表示意大利是美国的盟友会尊重美国的忧虑 但是中国市场渴求意大利制造的产品和技术 意大利总理孔特星期五表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三月下旬访疫期间 可能与中国签订有关一带一路框架协议 尽管欧洲一些国家已经与中国签订有关一带一路协议 但是意大利将是七国集团主要工业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签约的 华盛顿争论说 中国通过大规模经济上不可行的基础设施项目 令贫穷国家背上无法维持的债务 并利用这些项目进一步拓展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野心 去欧洲但不去瑞典 中国游客的逆势选择 请看报道 据香港媒体报道 德国一个专门推广中国境外旅游的组织估计 中国未来五年内至少有2.5亿人次出国旅游 当中约8%至9%的中国游客选择前往欧洲 因此该组织的专家表示 中国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洲际游客来源 在众多欧洲国家当中 唯独瑞典的中国游客数目成跌 据东网今日报道 中国一名游客只遭当地警察虐待惹风波 由瑞典中国旅游人数逆势下跌 引起欧洲媒体关注 报道说 联合国旅游组织资料显示 中国境外游客数目去年较前年增长了13.5% 达1.62亿人次 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中国出境游研究所指出 到目前为止 仅十分之一中国人拥有护照 该所负责人王立基表示 欧洲必须根据中国人的旅行爱好调整措施 最重要是促进签证方面的需求 报道说 目前在欧洲 中国公民旨在塞尔维亚 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 获免签入境待遇 自塞尔维亚对中国实施免签后 中国赴该国游客人数激增三倍以上 令当地旅游业又关注到了流动支付 对中国游客的重要性 报道称 虽然前往欧洲各地的中国旅客人数整体上升 但有媒体报道 去年第四季前往瑞典的中国游客数目 较去年同期减少6% 原因是当地去年发生中国游客遭粗暴对待 以及电视台播出辱华节目事件 惹来中国网民痛批 其后更发展成两国外交风波 8090后人生止步 爱塞俄比亚空难令人虚惜额腕 请看报道 爱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机 MAX客机空难 导致8名中国公民遇难 当中以80和90后占多数 花样年华就此写上句号令人惋惜 死者中包括33岁的国企财俊金野桃 据其朋友说 他驻南苏丹以后躲过政变 挨过瘧疾 却逃不过空难 中国驻爱塞俄比亚大使馆透露 遇难中国乘客的护照出生地 分别显示来自浙江 辽宁 陕西 山东 天津 湖北 香港等地 由两名为联合国机构职员 其中一名来自香港 另一名来自中国 他们的年龄多为80后和90后 在这些年轻的遇难者中 包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套设备公司 执教处处长金野桃 根据中国红星新闻报道 金野桃1986年出生 今年33岁 2011年硕士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 专业为航空制造工程 他在学校活动中喜欢参与篮球赛和唱歌比赛 毕业后直接进入中航国际工作 《新京报》引述其同事指 金野桃是公司的业务骨干 年轻 有过在南苏丹常驻经历 专业背景强 因而受到重用 金野桃所带领的团队 曾获航空工业青年文明号 个人曾获中航国际10家青年优秀员工 金野桃在南苏丹期间 曾经历过一次当地的政变 他生前在一个视像采访中曾艺术 当时保安被枪杀 整个人非常的震惊害怕 其后他也曾在当地染上过疟疾 虽安然度过多次惊险 却最终难逃空难厄运 意外中另一名死者是浙江籍的21岁女大学生 她3月9日从上海出发前往爱塞俄比亚 计划与男朋友去肯尼亚看长颈鹿 据了解女生是家中的独女 父母获悉死讯后伤心不已 女死者的同学则透露生前正在读大学4年级 1月份刚完成论文答辩 将于今年夏天毕业 因为课程已基本结束 她和同学们都处于找工作阶段 女死者的微博也显示 她于上月26日发布一张关于长颈鹿的介绍照片 并写到下一站 似乎期待着今次非洲之旅 不料最终悲剧收场 崔永元神隐多日现身股玩市场 晒时话时说 遇事继续爆料 请看报道 深陷舆论漩涡的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 9日被目击现身北京股玩市场 据她上次露面约10天 次打破有关其失踪被调查的传闻 据称她气色不错 似不受卷宗事件影响 同时她10日也在推特发布照片 实话实说 引发外界对其是否又要大爆料的猜测 有网友晒照片显示 崔永元9日出现在北京琉璃厂股玩市场 在某股玩店购买了两幅清代金具用响板 网友并称崔永元精神气色不错 照片显示崔永元戴着帽子 站在谷玩店里与友人侃侃而谈 不时面带微笑与人合影 不过该组照片已被删除 报道指出崔永元此次现身也打破失联传闻 崔永元上次现身是2月28日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生 到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调研指导工作 次日中国传媒大学官网发布这一消息 崔永元也在微博表示 这学期我有两门客 还要筹建一个学院 但3月1日中午 中国传媒大学官网的消息 及崔永元微博已被删除 崔永元主要是在中国官方 将最高法院卷宗丢失案定性后 外界十分关注他的踪迹 猜测究竟是否会被带走调查 崔永元曾于2月22日在推特发表黑屏图片 以暗指案件另有内幕 随后他就在网上消失 并被网友认为其被失踪被调查 就在昨天10日 崔永元在其推特上上传两张照片 照片内容是 《实话实说崔永元》 2019年3月9日 崔永元以敢言著称 从2018年开始先后曝光中国影视圈阴阳合同 检举上海警方不作为 曝光中国最高法院卷宗丢失 为此他得罪了许多权贵人物 有分析称 崔永元首书《实话实说》遇事 以后继续揭露社会不公 民调显示 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 发布一份民意调查显示 对中国持好感的美国人比例达41% 最近一年这一比例明显下降 2018年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达到53% 2017年为50% 而目前的好感度相当于2012年的水平 根据社会学家的数据 对中国好感度最高时期是1989年72% 好感度最低时期是1997和2000年33% 民意调查结果表明 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担心与日剧增 目前4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 对美国构成威胁 2018年持有这种观点的美国人比例是40% 这一项民调 于2018年2月1日至10日进行 超过1000名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参加了调查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木子 谢谢您的收看 委内瑞拉政局混乱引发社会动荡 然而祸不单行 上周四起又发生大规模停电 眼见美国局势越来越恶化 美国宣布将撤回所有的外交人员 事实上 美国国务院早在1月24日就下令 所有非紧急的美国政府职员离开委内瑞拉 苹果日报报导 国务卿蓬佩奥昨天表示 委内瑞拉情况越来越糟糕 剩余的外交人员将在本周结束前 全部撤离卡拉卡斯使馆 美国呼吁西方国家封杀华为 但目前包含英国 德国都表态不会排除 上周四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表示 德国不想禁止华为将修改法律 确保5G网络使用的所有设备都是安全的 对此美国驻德国大使写信给德国经济部长 称要是德国允许华为或其他中国供应商 参加5G基础建设 美国就不再与德国共享安全情报 科技新报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指出 这是美国首度明确警告盟友 使用华为设备的后果 川金二会破局之后 朝鲜媒体今天首度打破沉默 高度评价川金二会 并且重申完全非核化的立场 但同时呼吁美国政府 应该排除反对派无耻不正当的干扰 为双方关系开创新的未来 根据韩联社 朝鲜官媒统一新报 今天发文指出 走向完全非核化 是朝鲜的坚定立场 并指出朝鲜向美国提出的 宁边弃和换取放宽制裁 是基于互信和分阶段解决为原则 同时敦促美方应该排除反对派的干扰 拿出主见和破例 开拓两国关系新未来 文章内容没有把川金二会的结局 表示为破裂 似乎是为双方对话预留一线生机 掌权20年的阿尔及利亚总统 包特夫里卡 在国内外反对其竞选连任的压力下 终于在昨天正式宣布放弃选总统 自由时报报导 高龄82岁的包特夫里卡 近年中风后健康状况欠佳 被认为已经丧失治国能力 但他日前却对外宣布 将竞选第五个连任 引发国内反对声浪 连三个礼拜出现大规模示威 在众多压力下 包特夫里卡终于放弃连任 同时维持原定于4月18号举行的总统大选 要等全国会议完成宪政改革后 再举行选举 美国的消费者承受了更大的税收的负担 而且从贸易代的角度来讲 很有可能贸易逆差更大 所以实际上打来打去 川普有可能是个输家 那么这样一种经济学者的观点 他们虽然来自于权威的 科联比亚大学普洛斯顿 和一些其他的权威的研究机构 甚至有的人呢 还是入被经济想得主 但是有的人说 哇知识文字 现在有的人就是不喜欢川普 他们是黑川普 但是在早几天美国商业部所公布的数据显示出来了 2008年以来 美国的贸易局次达到了最高峰 那么中美贸易的逆差 反而是在2008年以来最严重的一种状况 这就是我多次讲的 中美贸易谈判用关税的方式去打它 不要说关税本身有巨多的问题 而且中美贸易之间的这么一种巨大的两国的当量 如果一旦有风圈草动 那么对中国的经济 当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因为中国的经济本来就到了一个瓶颈 出现了严重衰退的这种可能性 大家也看到了中国的GDP的下降 中国的企业道具的破产 股市在去年也是一塌糊涂 但是我还是认为呢 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 中国的官方似乎是在有意地 让中国的经济进行一个比较理性的一种调整 甚至他们抓捕吴小飞 抓捕肖建华 打压海航 打压王建宁 都是要挤掉一些经济上的泡沫 打击银资银行 防止一些民营企业也好 半民营企业 半官方企业也好 或者是官方企业也好 利用资金的贷款 然后制造无数的经济上的虚假的泡沫的状况 那么中共的很多的错维 是在要让经济尽可能地在下滑的时候 不要甩得那么重 不要像经济学家或者是一些其他经济观察者所讲的 出现断越式的崩溃 出现立即性的一种崩溃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 有可能会走向一种回升 这就是中国的股票所出现的 最近今年以来成为全世界三百多个股市里面最好的一个股市 那么这是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经缓了一些气了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早一段时间美国方面追查华为的问题 封杀华为 而且要求加拿大政府抓捕了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 要引渡到美国来进行审判 那么在美国也倒出了下单行政命令 国会也通过国防开支案支出案里面 也命令不要使用华为的产品 那么美国的国务卿 美国的副总统 美国的代理国防部长 上个月也去了欧洲 从东欧布达佩斯到波兰华沙 后来到德国的摩尼海 也去了布洛萨尔 进行全面性的对华为的一种围堵 那么后来在西班牙开的世界电信大会 也是进行围堵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围堵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最开始背叛美国的 恰恰是美国的 最亲密的网友英国 就像上一次一带一路 还是阿巴马时期 一带一路的时候 中共主导了一个亚洲开放银行 投资银行 那么美国也进行了围堵 当时阿巴马也进行了围堵 阿巴马政府 但是结果呢 是英国率先背叛了美国 参加了亚洲投资银行 中国的一带一路 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 英国方面 他们说我们可以考虑使用无机 情况没那么严重 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后来德国也做出了这么一种反应 虽然美国做了很多补救的措施 但是从印度啊 到马来西亚啊 到阿拉伯大公国啊 到很多的国家呀 好像都没有听 还有南韩嘛 没有听美国方面的劝告 然后要开始使用这个5G的这个 这个华为的这个5G系统 那么这个美国方面非常的愤怒啊 就是这个 包括在今天啊 今天因为德国方面继续在 要跟中国进行这个合作 甚至有可能还继续在这个 这个议事日程 德国是最近几年一方面啊 德国是否在中国的人群方面啊 提出比较多的警告 同时呢 也庇护了一些比较有名的 跟人群和名认有关的 那一些这个知名的艺术家 这个作家 也包括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这个入北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的夫人刘霞 那么这个但是呢 在另一方面呢 德国啊 这个工商界啊 全所未有的 引爆了这个 这个这个 中国 他们认为一个是三亿的中国 它的市场是巨大无比的 这个对于德国的工业的 这个产品的这个消耗 对于德国管理和技术的 更大的这个延伸的发展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德国要想要最迅速的在这个经济的科长 整个欧洲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美国也是比较有限的 最大的市场 最成熟的市场 最可爱的市场 有现金 有几亿中产阶级的消费市场 那么这个有这么多的人口 从哪一个方面德国要高速经济发展 那跟中国是紧密合作 那些批评的声音非常的弱小 所以使德国的很多的技术 都流入了中国 那德国只有在1976年还是1966年 当时有一个总理叫基兴格 好像是他曾经对中国发出一个警告性的议议 他一种非常重复性的字 就是讲了中国 中国 中国 但是这种声音现在对德国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这样一种固于引爆中国 使美国感觉到非常的愤怒 所以今天美国的媒体里面披露出一个很大的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说了 如果你德国不听确告要使用中国的5G的话 那你的情报分享我就给你降级 因为欧洲国家包括德国 尤其是德国在反恐事情方面来讲 对美国的依赖性非常之大 如果美国要真的降低情报的分享曾经的话 那对德国的安全是有很大的打击 而且美国驻德国的大使 把一封密密的信写给了德国的经济部长 里面还提出来了 你可以用别样的 对吧 你可以用芬兰的基亚鱼 这个是基亚鱼啊 入基亚 然后还有瑞典的爱丽性 然后你可以用南韩的身心 当然美国的大使不好意思提自己的西斯科 对吧 没有好提自己的斯科 他就提了另外几家 你为什么用他们的 为什么会用华为的5G呢 所以 这封信披露出来了以后 那是非常大的震撼 就是美国用非常赤裸裸的 非常明白的方式 就是警告这个德国 但实际上这种警告啊 在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去费力宾访问的时候 就已经发出了这么一个警报 就是说你们谁 要想跟这个 中国的华为进行合作的话 那未来的情报分享呢 就要降级 甚至没有这个情报分享了 所以这一种信号啊 只是今天非常明确的 表现在这个 对德国方面 但是这个 今天啊 有一个白宫有了一个记者会 好像记者会很长时间没有开了 白宫的记者都没事干了 这个好像几十天了 二十多天还是多少天 具体时间忘了 那么这个发言人啊 双德斯跟大家讲啊 这个讲到了中美贸易谈判 那么有记者就问啊 这个你们啊 这个 两国的元首啊 这个什么时候要见面啊 这个说没有安排 现在还不知道具体 什么时间 那是不是三月份要见面呢 原来三月二十七号 还有没有可能性呢 那么现在呢 这个双德斯来说 他也没有消息 没有安排这个事儿 那么呢 而且呢 他讲到啊 这个习近平和川普 最近没有通电话 最近没有通电话 也没有计划呢 去准备通电话 那原来啊 就认为整个形势啊 美国占了这个上风 所以美国要求习近平 到了意大利 到了这个法国 访问之后呢 就到美国 川普的这个别墅啊 进行一次这个高峰会议 有一些最关键性的事情 没有谈清楚 我们两个老板 两个元首 一起来谈 没有想到啊 这个第一 整体的现在国际形势啊 未必对美国有利 因为美国四面开火啊 也激怒了这个欧洲国家 而且很多的欧洲国家 心里面想的是中国的钱 想的是中国的市场 安全问题对于他们来讲 还是个遥远的事情 像今天早上我就在点点今天事里面讲了 意大利马上要张开双臂啊 欢迎这个习近平在21号到24号在意大利访问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签订一带一路的这个协定 那么一带一路的协定在2018年的时候 现在最重要的是西班牙都没有签成功 现在居然要在意大利签成功了 也把这个美国击落了 美国也发出了这个警报 但是现在好像呢 意大利好像已经至在必得 而一带一路啊 这样一种战略的一种行为 虽然饱受经济学家 政治学家的怀念 这个认为啊 中国很有可能搞了一个烂围头 很有可能呢 使这个经济啊 未来受这个一带一路的 这个牵制的影响 这方面可能会陷入到某一种困境 但是在美国和在欧洲人看起来 有人看到的是巨大的商业机会 有人看到的是呢 巨大中共的战略 向全世界的这种延伸 它像一个巨大的经济席 后面隐藏的是它的价值观 它的低人权 它的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 所以加上 跟美国的这种长期的这种竞争关系的这种背景 所以引起美国极大的担忧 要求这个意大利 不要这样做 这是中国啊 是虚假的 是面子共存 但是好像意大利 听不下去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方面还是要举动的 说要赶紧把这个贸易谈起来 因为贸易如果拖得太久 对川普来讲 有一点不利 就是正如陈小平所讲的 你朝鲜谈判也谈成失败了 中美谈判也失败了 对吧 然后你这个华尔街 如果股票下跌 更多的不利的经济指数一出来 那就是比那个通俄门啊 比那个其他的一些事情啊 要来得急迫 而且你看看 今天大新闻的记者 访问了这个 美国的一些农业州 到了一些农业州 当地的农业局就讲出了 他们实在受不了了 因为很快就春天来了 你要种多少粮食 就取出中国的订单 经济的压力对于川普来讲 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压力 口气很大 但是呢中美贸易谈判是个生意 生意谈不成 所以也不知 不会一下子闹到哪里去 但是这个对美国来讲呢 也是一个问题 最终会影响到他的政治的力量 所以这一次的 匆匆忙忙 美国的财长 美国的谈判代表 在川普可能下班之前 给他们讲 赶紧给他们打个电话 最近怎么不谈呢 赶紧谈啊 那么谈 现在卡在一些什么地方 今天的点点点今天事 我就讲了 卡在一个 双方的惩罚机制 是不是公平的问题 那请大家看呢 那个点点今天事的这个节目 好了 谢谢大家 这一集的明镜焦点 就报道和分析到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随时观看明镜火拍 随时在YouTube上面订阅明镜火拍 这样的话你就会随时收到我们的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分析 我们立正在中文媒体里面 对中美问题对国际局势尽可能的最快的速度 跟大家进行报道和分析 成长于纽约州纽约市皇后区 是川普集团前任董事长兼总裁 以及川普娱乐公司的创办人 在全世界经营房地产 赌场以及酒店 甚至还主持过一档电视真人秀系列节目 谁是接班人 经商娱乐触角多元 狂人川普还没当总统前 名气就不小 拥有30亿美元净资产的他 2017年富比市杂志将川普列为世界上第544富有的人 直到2016年跌破全球眼镜 当选为第一个先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军职或公职的世界最大国总统 政商引三七 川普打响个人声望 也试着加大野心打响外交成绩 川普上任总统没别的希望 拼命想办法造福美国人民 提高工作机会与福利 创造累积最高财富为终极目标 面对其他国家的利益交换 商人心态的川普大声说 用钱来换一切都好谈 川普依靠个人光环魅力 打出保护主义与资本爱国主义 出发进行外交战 而打的最激烈最精彩的 无非就是朝鲜与中国这两大集权专制国 只是事情好像不如川普预期来的轻松 经历取消以及多次协商 2018年6月12号 新加坡圣逃杀第一次川金会 美朝两大元首难得破冰见面 各国媒体大阵仗采访着历史性的首次会晤会谈 川普要的是金正恩全面契合 朝鲜要的是美国停止制裁 会后川普走出会场告诉媒体 会谈进行的非常好 我们的关系很棒 双方也达成初步共识 朝鲜愿意停止运作所有核武测试 向美方释出善意 当时媒体与分析家大致认为 这场仗川普还算打得不错 直到今年2月 越南河内二次川金会 美朝谈判破局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川普不但未能达成协议 反而与金正恩相距甚远 一一暴露出他在达成协议的谈判当中 存在的一个根本弱点 那就是他相信虚张声势与个人魅力 能够弥合根深底固的差异 以及准备上的不足 川普恐怕没料到 自己如此热切的培养关系的强人 与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一样 难以交涉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美中关系专家 裴敏欣说 从川金会来看 川普的合作伙伴们 对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显然比川普清楚的多 面对金正恩去年秋天 川普曾经用逗趣的口吻 向支持者讲述两人如何从炮火与怒火 转变为好友通信 川普甚至对外说他与金正恩恋爱了 川普还没有准备好与金正恩分手 不过在核内谈判陷入僵局之后 川普说金正恩相当有个性 外界解读这句话可以有多种解释 也引起想象 川普对朝鲜契合战 暂时维持现状 却还得面对另一个可信的对手 那就是中国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 已经两年 有美国媒体报道指出 两年以来 川普竟然撒谎多达8158次 只有82天没有撒过谎 通常这是川普总统 在打高尔夫球的日子 川普反复无常的个性很突出 当他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 征收关税的时候 中国人也是措手不及 分析人士表示 核内谈判的崩溃 在北京引起了强烈反响 是否要把习近平送到佛罗里达 再次面对无法预测的川普总统 中国官员们对此感到疑虑重重 对于贸易战也是更加小心 有太多东西处于成败关头 他们正在推动提前达成任何协议 综合媒体指出 金正恩为了川金会无疾而终 已经气到要整肃两名亲信 以及准备发射火箭 习近平也怕川普上演川金二会 提前走人的戏码 带来尴尬场面 反而会变成国际笑话 所以媒体报导中国官员 已经取消习近平与川普3月27号 海湖庄园高峰会 川习会可能会延后到4月举行 就怕美中破局变成外交灾难 媒体分析指出 对川普来说 想要在棕榈滩实现那种尼克松与毛泽东 式的历史性会面最大的障碍 可能是习近平根本不愿意冒险 进行这位美国总统以及金正恩 似乎很喜欢的那种快速交易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的前中国顾问 杰弗里巴德则是认为 中国人殖民于过程 不相信大人物的突然介入能够换取什么 虽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与莱特希泽之间的工作谈判 已经长达数个月 不太可能像核内谈判那样意外破裂 但对川普来说 个人魅力是否奏效 恐怕还是考验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美中关系专家 裴米欣感叹 其实川普更关心的是连任 而不是迫使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 川普更在意的是 能不能拿到诺贝尔和平奖 而不是朝鲜一定得要放弃核武 川普个人主义至上的外交路 赢得掌声也如履薄冰 明镜焦点徐伟林整理报道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四川自贡市熔县 今年二月接连发生多起地震 甚至出现两天内 连续三次发生四级以上地震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受灾人数超过上万人 地震引发当地民众恐慌之余 更多的是对当局的气愤 質疑地震的发生 与夜延期的开采有关 愤怒民众更包围县政府办公室 要当局为人工地震负责 为了平息民怨 当地政府被迫宣布全面停止开采活动 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 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 曾夺走将近7万条人命 而在当地饱受地震惊吓的村民看来 钻井就是造成地震发生的原因 所谓的钻井指的是水利压裂法 原理是用高压将化学物质和沙子 注入到叶岩层 把岩石压碎再将天然气和石油释放出来 这项技术在美国带来了天然气和石油生产革命 在中国也促成了叶岩器开采的快速增加 但伴随而来的争议同样不小 今年2月24日发生地震以后 不堪其扰的熔县居民再度忍无可忍 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小时里 数千居民聚集在熔县政府大楼外 抗议官方在这个山巒起伏的河谷地带 在大范围开采叶岩器 抗议群众与保安警卫隔着一道金属大门互相推挤 直到官员宣布已经暂停了 中国最大石油天然气生产商 中国石油旗下区域分公司的叶岩器作业后 抗议民众才逐渐散去 叶岩器作为新兴能源 近年来成为各国争相施行的重要战略人物 而中国又是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 寻找可替代能源成了重要课题 根据东网报导 目前中国已探知的叶岩器除量为全球之最 四川盆地更拥有中国当地最大的叶岩器生产基地 而融线正处在基地的示范区 然而在当局期望摆脱 对进口能源依赖的同时 公众的怒火也凸显了 即使在严格控制的政治体制下 国家也有必须解决的社会和环境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质学家安德鲁斯斯皮德 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访问时指出 四川本来就是一个主要的地震多发区 所以明显存在风险 针对叶岩器的开采 他认为政府如果要让居民心安 应该进行一次彻底透明的调查 查出这些地震发生的真正原因 融线政府在网站上说明 目前还无法确定地震的发生 是否和工业开采有关 但政府官员表示 受地震影响地区的15个水力压裂平台 已经停止作业 并等候官员的调查结果 新华社去年11月曾报导 过去10年来只有中国石油一家公司 在四川盆地的叶岩器炭刊开发上 投入了280亿元 中国石油虽然拒绝回应相关事宜 但在地区分公司的网站上 曾转载一篇博客文章 表示融线暂停作业的做法没有必要 文章内容指出 与不开采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 叶岩器开采引发的地震活动 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事实上针对地震与水力压裂的直接关联 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争议 虽然这项技术的支持者声称 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 但已经有研究显示 水力压裂及相关活动增加了地下的压力 可能导致现有断层滑动 东网报导指出 叶岩器的开采技术本来就具有高度破坏性 即使是在美国加拿大等拥有先进开采技术的国家 也曾多次出现人工地震惊魂 况且还会对水资源地质土壤等环境造成污染 然而在所谓的国家利益面前 一切负面因素似乎都可以忽略 特别是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中国来说 更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技术 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资料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可技术开采的叶岩器储量 当地政府也为未来几年里的扩大开采 制定了野心勃勃的目标 纽约时报分析 中国政府开采叶岩器的理由非常充足 除了能源独立以外 增加天然气的使用 可以帮助中国旅行减少碳排放的国际承诺 不过分析同时指出 中国渴望复制美国水力压裂开采热潮的做法 遭遇重大障碍 因为中国的叶岩矿层比美国的还要深 例如熔线的叶岩矿层就位在3.5公里的深度 如此一来开采成本不止更高 当地部分地区也缺少开采过程需要的大量水源 更重要的是许多最优质的叶岩矿床都位在人口密集的地区 包括人口超过8000万的四川省 从2009年四川发现叶岩器储量以来 当地已经建设了数十个水力压裂平台 但由于中国政府的专制 这些建设几乎都没有听取民众意见 而在熔线的15个叶岩器平台当中 已经有39口井开钻或是投入生产 熔线居民表示 他们注意到开采作业开始以后 大大小小的地震发生次数明显有所增加 而近期的地震更是引爆了长期以来酝酿的不满情绪 中国政府一向以经济发展作为核心任务 以GDP的增长作为衡量政府成就的重要指标 所有基金活动都被赋予战略任务 其他的一切都要让路 更不惜以新生环境民众安居作为代价 从当年的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 再到叶岩器开采 经济开发带来的生态后劫 导致自然灾害不断涌现 有些环境破坏更已经无法逆转 倒霉的永远只有穷苦百姓 为了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11号召开国家安全会议 还提出其他纲领要反制习近平的习五条 蔡英文在会议中强调他所领导的政府致力发展两岸和平稳定 并且支持两岸正常交流 不过他们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也拒绝任何被统一的过渡性安排 蔡英文呼吁北京当局两岸的和平发展关键在中国 能不能走上民主化 11号晚间将近11点 蔡英文也在脸书po文向粉丝宣布召开第61次的国安会议 并且提到三个重点 包括建立民主防护网 为台湾人民保留选择权 还有两岸和平发展 关键在中国能不能走向民主化 他还特别表示民主是今年两岸的关键字 针对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 蔡英文丢出民主反制 总统府晚间发布的新闻稿 也提到蔡英文在国安会议中表示 中国近日召开的两会将习近平的谈话 列为今后对台湾工作的核心事项 这些动作都显示 北京当局已经将统一台湾的工作纳入政治议程 让两岸关系进入更为严峻的阶段 蔡英文指出 在台湾执政的政府都希望两岸可以和谐交流 不过北京当局却利用台湾开放与自由的民主体制 持续介入台湾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已经构成对台湾的重大威胁 蔡英文还强调习近平提出的会台立民 应该是要发自真心的友好 而不是推动一国两制的工具 蔡英文召开国安会议提出七项纲领要回应习近平的一国两制 只不过由于台湾进入2020总统大选的准备期 这个时候召开国安会议也让外界怀疑 这场国安会议背后盘算的除了因应中国威胁 也在号召国内民众的支持 台湾《苹果日报》就引述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庞建国谈话 认为蔡英文有可能是因为近日台湾将进行立委补选要拉抬绳势 国民党立委吴志杨已表示 蔡英文或许是为了选举挑动两岸敏感身心 不过台湾政治评论员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政治所博士候选人陈芳宇认为 面对习近平对台湾的论述态度转强 台湾政府本来就应该加以反制 陈芳宇支持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强硬态度 她认为国安会议的谈话是回应过去一年多中国对台湾的打压 她指出接下来必须观察蔡英文所提出的反制纲领会如何实行 另一方面蔡英文在11号召开国安会议之后 12号马步停蹄又启动南太平洋出访拼外交 外交部次长徐思俭12号上午宣布 蔡英文预计在3月21号出访南太平洋友邦 柏刘诺鲁和吉里巴斯要立拼元首外交 在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准备阶段已经热烈开跑 各方人马纷纷出招 而在中国不断加强统一进程的2019年 两岸议题如何解人就是候选人躲不掉的问题 大家好 要我讲两句 讲什么呢 就是这个路透社 有一个最新的报道 就是美国的联邦选举委员会对两个中国公民进行处罚 也对前总统布什的小布什的弟弟进行 以他的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进行处罚 对两个中国公民罚了55万 对布什的超级行动委员会罚了39万 那么这是什么回事的一个罚款呢 它就是由一个联邦选举委员会来罚款的 大家都知道就是2016年的时候呢 布什总统要选美国总统 然后呢 美国的法律呢 在某一些地带呢 是允许有些人给这个 有一些企业去给美国总统去选举啊 那么它的条件呢 就是说啊 你这些资金呢 开图呢 开支呢 不是有这个政治候选人协调就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钱啊 捐给一个地方 然后有这个地方来支付 来支配这笔钱啊 那么这个美国的公司公民才可以 那么这个 这个中国的这两个公民呢 叫什么名字呢 一个叫唐一干 一个叫陈怀丹 这是一对夫妇啊 他们为了影响这个美国总统选举呢 就通过陈怀丹的弟弟啊 应该叫陈怀丹啊 就建立了一个公司 然后这个唐一干呢 和陈怀丹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呢 叫美国太平洋国际资本有限公司啊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不能够直接捐款给这个啊 这个超级行动委员会 那么就有陈怀丹的这个啊 他的弟弟陈怀生建立了 这个那个建立了一个啊 把这个钱捐出去了 捐出去了之后呢 然后美国这个啊 联邦选举委员会啊 这个对他们的处罚之后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 就是他们说他们不是故意的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民族顾问的去违反这个法律 然后就是违背了一个就是进入了一个灰色地带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应该就是协议啊 协议的罚款啊 这个这个settlement是这样一个罚款 所以他们也认啊 这个所以交了55万啊 一个交了这个39万 那么呢这个布什的家族也 这个基金会啊 叫叫这个right to stand啊 就是有权力站起来这么一个名字呢 这是他为2016年的选举呢 那个时候的一个啊 专门支持布什啊 小布什竞选总统的这么一个啊 啊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那么这个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啊 他最早的报道是2016年 两年以前就 就已经被这个有一个叫南捷的一个啊 这么一个网站 他们就把这个啊 这个美国太平洋 国际资本有限公司呢 给这个超级行动啊 政治委员会捐款这个事情就给披露出来了 披露出来就说他这里面有问题 那么美国的选举委员会啊 经过两年左右的调查呢 终于啊 做出了这么一个处理决定 那么这个呢 那是美国啊 选举委员会他自己说他是这个是一个创纪录的一个啊 一个决定就是对试图利用金钱 影响美国的啊 这个这些行动的一个一个制约 那么呢这个在节目的这个聊天的最后呢 我想就是说啊 给大家补充两句 就是说这个美国现在呢 他这个啊 最高的法院大法官就罗伯特法院啊 罗伯特进去之后呢 他曾经有一个判决啊 就是说 个人啊 对这个啊 总统大选的这个竞选那个捐款呢 是没有没有限制的啊 这是一个啊 这个罗伯特时期的一个啊 一个判决 那么在在这之前呢 是有是有限制的 那么经过罗伯特法院这个判决之后呢 个人可以啊 无限的去给这个啊 总统候选人进行政治捐进行政治捐款 那么呢 这说的是个人 那么个人之外呢 那些企业也可以捐款 当然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啊 这个企业对总统的捐款呢 他是要通过一个特别的一个途径来来捐款 而且呢 他被 他还受一些限制 那么这个就是说 那么你可以给超级行动委员会捐款啊 只要这个捐款呢 他开支用途呢 不是有候选人协调 你就可以了 因此呢 如果你看中国 中国如果有一些在美国注册的一些企业啊 你如果是美国公民或者是 我不知道 我没猜啊 美国绿卡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就是说你要想影响美国的这个政治竞争的话呢 你就可以给这个政治行动啊 委员会捐款 那么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把这个钱去支持一个特定的一个啊 总统的候选人 那么这个 这个新闻呢 为什么还引起我们的重视呢 就是这两天正好 就是说有一个共和党的有一个啊 社交明星啊 叫杨丽的这个女士啊 他通过捐款啊 接近啊 川普的这个政府 那他的赚款跟这个不一样 他是影响美国政治圈和影响美国的选举不是一码事 但是呢啊 这两天就成为这个媒体曝光的一个焦点 那么性质是一样的 就是说啊 金钱啊 中国的金钱啊 这个对美国政坛的影响问题 那么现在这个啊 唐一州啊 唐一干案件和陈海大案件啊 和这个杨丽的这些案件啊 他的这个综合效应呢 会导致这个美国的政界啊 他的法律也好啊 司法机构也好 对这个中国前进入美国政治呢 进行更加密切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一个控制啊 这就是这两个案件的这个共同之处啊 这个大家讲这么讲这么几点 啊